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川字长 川字长是不利于婚姻的 不利于感情的 不过不仅如此 感情线而且出现锁链状 感情线分支分差都比较多 代表感情波折 实际上感情线上的分差线表示 有可能是第三者插入 这种感情波折的酝酿很久的话 不是短时间的问题 而是感情的运势出现低迷的情况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一个川藏结合感情线出现问题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感情线断裂 分成两段 感情线断裂 分成两段 像这种手向做事比较容易情绪化 喜怒无常 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处理好跟上司的关系 在对待爱情方面也不太坚定 因此比较适合晚婚 早婚的话是容易二婚 这是一个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手向的杂纹比较多 杂纹比较多 你看杂纹遍布 说明心事重重 烦心事多 有点欺人忧天 这个需要自己调节 这种杂纹的不仅仅影响你的心境 还会影响你的运势 导致你生活当中更多的一些波折 再者杂纹聚集在聚集之处 刚好触及到感情线和事业线 所以说这个地方 会导致感情和事业的不顺 感情多磨乱 一般有可能是二婚较多 事业上也是因为情感的不顺利 一生没有大的起色 这是一个 好了 有关这个手向的案例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